我们的人生都会经历过磨难和苦难 在你最惨的时候 最难的时候 你可能一分钱就难倒了英雄汉 那么在这种磨难 困苦和苦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能够守好规矩 减好人情呢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打个比方吧 说我现在没有钱 我很惨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养成了一种 说别人请我吃饭 别人送我东西 别人付出就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穷嘛 这不对的 考验一个人 能不能够再次恢复起来 再次东山再起的核心 就是看他穷的时候的样子 一个人穷时候的样子 决定了他能不能够富有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说一个事情吧 比如说我有钱 你请我吃饭 你花了两千块钱 请我吃大餐海鲜 那我现在我没有钱 怎么办呢 那我就不请了呗 因为在我的内心当中 我无法花两千块钱 再请你吃顿饭 这不叫人情吗 说你请我吃一顿饭 我就请你吃顿饭吗 这里面有一个误区 什么误区呢 比如说你有钱 有条件 请我吃两千块钱的这个大餐 上好一点的餐厅 那是你的条件 你请我是一个人情 但是现在我没有这个条件 我请你吃一盘花生米 喝一瓶牛蓝山 这是我的人情 那这两个逻辑当中什么呢 是第一 人情是人情 第二 是什么呢 是每个人都要符合每个人的角色下的一个人情 如果说今天我就是竭尽全力了 我请你吃个大排档 你瞧不起我 你说你看 我都请你上这个酒店 你上我 你请我吃个大排档 这种朋友咱就不能交了 因为你不配跟他交 你要自强 等有一天你配他跟他交的时候 你也不会交他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当然很多很多人 他会认为什么 认为红贺 今天你请我吃一盘毛豆花生米 然后救了牛蓝山 你也是个哥们 你是真性情 那这样的朋友 那就是哥们 那就可以结交 我就是这样的 我最惨的时候 住在这个北沙滩 那在北沙滩 大家都知道 闯北京的可能都知道 那城乡结合部啊 三角九流 各种这个痞子啊 大排档啊 鸡鸭鹅狗啊 全部在那里 那种虫 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你请我 吃饭啊 西装隔离的 好 那么我要回庆你啊 我就在大排档 一盘花生米 一盘毛豆 几瓶啤酒 一瓶牛蓝山 你能能陪我八九延缓 你能好 朋友 我记得你 那对方也会什么呢 很开心 说红贺 你把我当朋友 而且呢 我并不尴尬 并不是因为 你请了我吃一顿大餐 我尴尬了 没有 我很自然 因为今天我请的就是你 这就是我现在 此时此地的一个能量 你请我是你的荣耀 是你的能量 人生嘛 都是极起极落嘛 当我不行的时候 你能理解我 当你这个不行的时候 可能我行了 我带带你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身边很多很多朋友 都什么 都用虚争 我不是要谁当的那个台词来总结 就是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才配理解和知识 大家才配兄弟 因为我们身边这帮兄弟 都是这个过程当中的 所以现在有钱了 他也会回念以前 说在亚园村 在北沙滩 那个感觉 光榜子 在现代城 那个感觉 说你要忘了那种感觉 那你就什么呢 飞黄腾达 高大上去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待这个问题 就是穷人 贫困者 甚至卧床不起的人 已经没有生活出路的人 一定要想想 红鹤今天说的话 说我卧床不起了 我没有生活出路 怎么办呢 能不能倒一杯水 邀请他用水代替酒 如果人家能够举起这杯水 说喝得很坦然 那这个哥们就可以了 但人生就如此嘛 很多很多人都会离开你的 是吧 可能一百个人 你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那好了吗 我撤了 这就是得之是命啊 失之啊 也是命啊 得失之间 这就是人生 今天我送给所有所有的 失败过 正在失败过 正在承受磨难 正在承受打击的这些人 记住我一句话 当你最难最难的时候 当你充满磨难的时候 也要讲规矩 这个规矩就是情 这个规矩就是江湖当中的 你来我往 一定要淡然一些 此时此地 不要攀比 也不要卑微 也不要卑贱 所谓的卑微 就是怎么说 你看我五块钱 你请了我五百万钱 这叫卑微 没什么 人情之间 情和人之间 都是平等的 也不要卑贱 卑贱是 反正你有钱嘛 我没钱嘛 这是应该的 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卑贱的一生 我是洪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我今天所说这句话 你们认同吗 谢谢